美国众议院在30号通过临时支出法案 让美国联邦政府逃过了关门危机 当时靠着民主党让法案过关的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随即迎来了共和党内强硬派的逼宫 要罢黜他的议长职务 30号美国政府断吹前几个小时 众议院通过临时支出法案 让联邦政府苟言惨喘45天 当时靠民主党让法案过关的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马上面临共和党内强硬派逼宫 共和党内有人想罢助他 麦卡锡说他没来怕 麦卡锡还说盖茨为了作秀 宁愿牺牲选民利益 让选区内的军人拿不到军饷 被问到是否支持罢助麦卡锡 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党内初选 遥遥领先的川普没有正面回答 由于共和党在众院只有微弱多数 经不起叛乱 麦卡锡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民主党手中 政府关门的悬疑大戏才刚落幕 众院共和党党团的逼宫戏码跟着要上党 无连这边意